这个叶色翠绿造型挺拔的 这是蓝飞叶 叶子翠绿无比 哈喽朋友们好 我是老叶 我身边这个植物啊 就是蓝飞叶 也叫苦茶 它这个呢就是叶子 可以直接摘下来吃 也可以摘下来煮水当茶喝 也可以晒缸来泡茶喝 这个呢 朋友们要是有叶子啊 种一棵这样的蓝飞叶 是非常不错的 或者是把它作为盆栽啊 用到甲骨的养来 也是很厉害的 南飞叶也叫将军叶啊 具有清热解毒的效果 民间呢主要是用它来降山高 这个把它用来当茶喝啊 也是具有一定的保健效果 南飞叶生命力非常的强 种植南飞叶几乎都不用放肥料 让它自由生长 就能特别的旺盛 这个南飞叶啊 民间普遍用于降山高 就是降血压降胆固醇 降血糖 而且有研究显示它里面含有那个抗癌的药理活性 而且它使用光法非常的简单 可以直接摘下嫩液 直接嚼着吃 或者把嫩液摘下来洗干净 用来煮水喝 晒干了 泡茶 它也有一定的保健功效 这个南飞叶啊 直接这样子生嚼的时候味道非常配当的苦 跟苦胆传播 所以最佳的食用方法就是说 配上苹果 这样子它就是 苦完之后 带着一种清爽的干瓶 又或者是把它直接摘下来煮一锅 然后晒单来 拌茶叶泡水喝也是不错的 看来这个南飞叶啊 不管是有院子的种到院子里 或者作为盆栽 种在阳台上 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老B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一下关注啊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好